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迈向卓越的垫脚石 网络上有个小故事 克里斯已经失业了好一阵子 所以有一天 他接到一家公司面试的通知时 仿佛一丝曙光 照亮了他焦急等待的心 面试那一天 克里斯精心地打扮一番 他换了一条心灵带 上午九点钟 他就准时地走进了 公司的人力资源部 等候秘书小姐向经理通报后 克里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缓和紧张的心情 提着公司包 来到经理的办公室门前 轻轻地敲了两下门 屋里传来了询问声说 是克里斯先生吗 克里斯礼貌地回答说 经理先生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克里斯 请问我可以进去了吗 里面传来冷漠低沉的声音说 克里斯先生我还在忙 你再等五分钟后再敲门吧 过了五分钟 克里斯又敲了一次门 然而里面的经理却说 这一次没有第一次好 你能够再敲一次门吗 于是克里斯又敲了一次门 但经理好像还是不满意 就这样一而再 再而三敲了一次又一次 克里斯心里已经快要失去耐性了 甚至有些生气 他心想哪有这样的面试 简直是在刁难人嘛 就在他想要放弃转身离开的时候 他就想既然都已经来了 我一定要跟经理见到面 就算不被录取 至少我也已经尽力了 当克里斯敲了第十一次的时候 门自动打开了 几位面试官给他热烈的掌声 没想到第十一次 真的敲开了门 而且是一善成功之门 原来这家公司是要招募市场调查员 而一名优秀的市场调查员 不仅需要具备有专业的学士素质 而更具备需要有耐心 毅力等心理的素质 而这十一次的敲门和问候 就是考验每一位面试者的恒心毅力 以及勇敢不放弃的精神 亲爱的朋友 追求成功的过程中 或许都会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挫败被拒绝 难堪甚至挑战等等 然而只要你能怀抱梦想 渴望成功 这些不舒服的遭遇 都将成为你胜利的养分 迈向卓越的垫脚石 使你的得胜之路 可以走得更长久 圣经中许多的人物 他们都是将困难当作养分 以至于他们可以越走越远 越爬越高 像约瑟就是这个样子 他的人生真是有够悲惨的 他被自己的亲哥哥所狠心出卖 卖到埃及做奴隶 接着还被主人的太太陷害 蒙受不白之冤 而被关到监牢里面去 在许多的羞辱伤害 许多黑暗痛苦的岁月里 约瑟心里依然持守信心 相信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上帝给他伟大的梦想终将实现 最后 上帝使约瑟经历的苦难 都化作祝福 约瑟不只成了同管埃及的宰相 而且在大饥荒时 拯救了全家族的性命 亲爱的朋友 当你有上帝帮助的时候 你不会一直在困难中的 因为上帝会给你胜过困难的力量 上帝会有给你超越软弱的信心 祝福你 面对眼前的挑战 你能够带着信心 坚持不放弃的勇往直前 事过境界后 你将发现这些困难挑战 都将是你人生成功的基石 是推动你迈向卓越的垫脚石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倚靠它就得帮助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